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近期使用的护肤品及使用感受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的肤质 我是混干皮,夏天T字部位会出油 年龄40佳,已经是一个熟龄肌了 所以说我护肤的诉求主要是补水、修复、抗老和保湿 今天东西不是很多,那我们就一个一个说起吧 首先是化妆棉 化妆棉我选择的是这个无印良品的化妆棉 它这个化妆棉我给大家看一下 摸上去手感很软 我选的这一款是这种带压编的 而且它也可以分层,可以分为四层 你可以把它卸妆用也行,湿肤用也可以 但是湿肤来说对我,我觉得还是二分之一 省水化妆棉那个湿肤效果或比这个好 所以说我把它都是来卸妆用的 卸妆的话,那我就是搭配的就是这一款 Body Brown的卸妆油,是我万年回购的产品 我超级喜欢,它乳化的很快,然后也很温和 使用后你脸上不会让我长粉刺和闭口 所以说我超级喜欢的,也是一直在回购的产品 如果我脸只有一层防晒的话 我就会选择这一款欧莱雅的卸妆油 它是水油分离的质地 然后它卸的也很干净 如果我化妆的话,我是只是用它卸眼唇 如果我没有化妆,只是有一层防晒在脸上 我会用它卸全脸 它卸的也很干净,也很好 也是一个平价大碗的产品 我也是一直在回购的产品 面奶的话,我用的是这个砖科的 这个清洁能力很强 会让我的彩妆洗得很干净 这个洗面奶,我都是搭配我的洗脸仪和它一起使用的 使用完之后,我脸真的是很干净 有的时候我会做二十清洁 脸上也不会有任何的彩妆残留的 超级喜欢 也是我万年回购的洗面奶 这个就是日本科润的洗面奶了 这个我是拿它作为晨间洁面的 它洗起来也是很温和保湿 而且泡沫也很丰富 但是现在化妆次数不多 所以说晚上我也会用这一款来洗脸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产品 也是我一直在回购的 洗完脸之后呢 如果脸上出些小状况 比如闭口啦粉刺啦这些现象出现呢 我就会选择这两个产品 这个是台湾的那个刀脱物 星人酸 换肤精华 我选择是18%的 这个是日本的 Takami美容调理液 我先说这个吧 这个刀脱物的这个 刷酸的这个精华 对我来说它主要就是对我的闭口有效果 在洗完脸之后 第一步先涂它 然后你涂一段时间 你就会发现你的闭口就会冒出来 然后用粉刺针给它刮掉就可以了 而且它对我的皮肤也没有太大的刺激 就是会让我脸有点偏干 但是做好后续的保湿工作就可以了 但是我不会长期用 我只是在有问题的时候 我会拿它用 因为我怕皮肤有耐受性 所以说我就是有问题 我才会选择用这一款 这个就是日本的Takami的美容调理液 它对我的毛孔作用不是很大 但是它对我的痘痘倒是起了一些作用 在我月经前都会长一些生理痘嘛 但是用了它之后 我就在我月经前就脸上就不会长痘痘 我觉得也挺神奇的 可能它因为它主打的就是 调理的皮肤角质啊这些的东西 也许会有一点原因在里面吧 所以说对我来说也是很好的产品 我也会继续回购的 如果脸没有任何问题出现的话 那洗完脸之后 第一步我会选择这一款 这个是Lammeh的舒缓保湿喷雾 这一款就是在我洗完脸之后第一步喷它 它的保湿能力也很好 性价比很高的 价格又不贵 而且保湿能力也很好 也很强 但是就是它这个毫升数不是很多 所以说我每次我用它的量也是蛮大的 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一直喜欢的产品 也会一直在回购 它这个泵头也是喷出来的个雾 也是很细的 也很好 这个就是Lammeh的精脆水了 这个水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离不开的水 它我一年四季我都会选择用它 而且夏天用它 它也不会让我脸上长闭口粉刺的现象出现 也不会给我的脸有闷的感觉 一年四季都在用 而且有的时候我会在深度清洁之后 用它我会用两次拍在我的脸上 然后吸收能力特别快 保湿能力特别强 这个也是性价比很高的产品 我也是很推荐这一款的 下面就是眼霜 眼霜的话 我就是选择这一款蓝蔻的 这个蓝蔻这个眼霜 其实它的保湿能力还可以 也让我用了三分之二了 这个叫清纯着眼眼霜 它的主打功效就是保湿抗老和淡花细纹 但是对我来说 我的诉求 对于眼部来说就是保湿就好了 淡花细纹这个我没有太在意 因为年龄到了一定程度的话 你不让它有皱纹 它也会有皱纹的也会出现的 而且并不是靠一个眼霜 就能把这个皱纹去掉的 只能通过医美 所以说我对现在对眼霜对我来说 保湿性是最最最最重要的 它保湿性够了 其他的油点皱纹也无所谓啊 年龄在这里啊 对不对 所以说我的功效就是想要的保湿的功能强一些 但这一款保湿能力对我来说就是略弱了一点 所以说用完之后暂时不会回购这款 精华精华我现在用的是两款 都是亚斯兰黛品牌的 这个是高能小中瓶 大家都知道 鼎鼎有名了 这个是它也是新出的一个产品 是激光精华 我一个一个说吧 这个是它的激光精华 它的主打的就是提升你的光泽呀 然后均匀你的肤色减少暗沉之类的 这瓶是我黑五买下来的 用了这么长时间 我觉得它在我脸上效果不是很明显 但是它的肤感吸收能力是很好的 我挺喜欢 就是这个效果在我脸上不算太明显 所以说暂时不会再回购了 但是这一款是亚斯兰黛的高能小中瓶 这是我的真爱精华 就是一了这一款 它的唯独缺点就是它这个毫升数 只有20毫升 有点小 不到一个月我就能用完一个瓶 所以说其他的它在我脸上是完全起效果的 保湿 修复啊 改善啊 肤质啊 它在我脸上通通都有效果 唯独就是这个毫升数太小了 其他它没有任何毛病在我这里 也是我万年万年回过的产品 我真爱的精华之一了 最后一个就是面霜了 面霜我选择的也是Lammeh的产品 因为我很喜欢Lammeh这个牌子 这个是它的精油 这个是它的面霜 面霜我选择的是经典版 是需要乳化的那一款 我先说精油吧 这个精油也是一个万能油了 它可以单独用 也可以放到你的面霜里 也可以放到你的粉底液里 都可以用 它的保湿能力也很强 因为我是混干皮 一年四季都是很干的 所以说这个油我一生都离不开了 我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 所以说我拿它都是和我的面霜一起用 或者是放到我的粉底液里面 加到粉底液里面之后 粉底液会很服贴 效果真的很好 如果单独用这个面霜的话 它保湿能力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都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功效 我在用 就是精油配这个面霜 功效加倍 我超级超级喜欢 也是它俩对我来说也是完美的搭配 超爱超爱万年回购的产品 最后一个那就是防晒了 防晒就是一年四季 365天 每天都要涂的 只不是你选择的防晒叙数和功能有点区别 这个防晒是日本的一个牌子 我用它的感受还好 没有让我变黑 但是它会搓泥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无论我化妆也好 还是不化妆 用它都会搓泥 而且我也换过粉底液 它和我的手里现有的粉底液也会打架 都会搓泥 也是挺让我感觉挺不喜欢的一点 而且在我不化妆的情况下 我涂它 它会有那种白白东西会挂在我的眼毛上面 所以说我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 所以说我从那种感觉就会减分了 所以说这是我的第二款 这款也用了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量了 所以说用完之后 我不会再选择这款了 以上就是我近期使用的护肤品 和它们的使用感受 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产品 请你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谢谢咯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加关注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